香港人的主場 我們今晚說甚麼? 英語你吃宵夜 大家好,歡迎回到香港台英語你吃宵夜第九集,又有我Alex 大家好,今晚有我Sunny 現在英國時間是10時09分晚上 我們今天的天氣是16度 但明天最高是26度 又來26度了 我們這幾天很熱 比我們3月份的熱風 終於是深晚來了 不需要再穿冬天衣服 對吧Sunny? 其實我現在都在想要不要洗大衣服 但我很擔心這一刻我們很熱 很快就變得很冷 所以我正在想,現在不想做這個動作 其實都不是的 都可以放進去 都不需要穿得太厚的衣服 其實都可以藏起來 這個週末真的很熱 我出了街,跟朋友去BBQ 我去到朋友家裡BBQ 嘩! 我一定會塗太陽油 其實我都會曬到有一條時間線 我曬了一個印出來 我也有出去,但我自己發覺 我去了超級市場買了很多雪糕和雪糕 所以我回到家裡吃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就在那裡曬著太陽 在吃雪糕,也很棒 我看報紙就說 我們英國的沙灘完全爆棚 對,我看到很多人在沙灘 每個人都沒有戴口罩 都不知道每個人都打針味 但很多人在沙灘 在沙灘一定不會戴口罩 當然不 還有兩米的距離 他看到就很密密麻麻 感覺上好像不太安全 但也享受 因為始終都是Bank Holiday 週末,長週末 昨天是Bank Holiday Monday 每個人都出去 曬太陽,沒有太陽曬那麼久 對,不過其實這個情境 對我們英國來說都很普遍 就算沒有COVID的時間 英國的沙灘,夏天一定是爆棚 所以是很正常的事 不如我們今天說一下英國的趣味 一開始,好嗎 好啊,好啊 今天好像我們看到有個 上個禮拜 看到這個新聞說 Himbridge有一架巴士是無駕駛的 不需要有人手持的巴士出了 對,沒有人駕駛 沒有人駕駛 OK 對,完全不需要有人駕駛 但其實都怕著 怕著會有人有什麼問題 所以也有個人會控制著這個巴士 挺漂亮的,好像巴士的形狀 對,還有我們英國的國旗在上面 在旁邊 但其實原來這個巴士 現在當作是試駕駛 只會在 Cambridge的劍橋大學裡面 就會走的 Between劍橋大學 Campus Campus 大約20分鐘左右 它總共的巴士的旅程 哦,也不是太長 但它也挺慢的 20公斤每小時 是啊 對,對香港人來說 就是30公斤每小時 因為香港是駕駛公斤的 也挺慢的 不過是很好的 因為始終怕著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事件 怕著慢一點 而且它裝得很少 只有10個人 我想始終都是一個小孩的階段 但我覺得劍橋是一個出名的踩單車的地方 可能你踩單車比乘坐巴士更快 是啊 真的很奇怪 究竟出了這個巴士 也是很好的 而且這個是電的車 即是環保性 對 一個裝10個人 不過比自己踩單車好 如果是懶的那些 可以踩一下這輛巴士 嗯 這個不錯 而且現在夏天 是三個Ville 三個Ville 對 所以不是四個Ville 其實現在都是試驗階段 我想英國是越來越開始去 很多電動的無人駕駛的Transport 很多時候都是 是啊 好像2030年 我們英國不會再出 那些電動的車 全部都是電動的 但是我覺得電動的這件事 都挺有趣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電動的車 很大的問題就是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很小 只有兩個充電的 對,那是問題 所以需要現在 在城市或其他地方 做多點點來充電 如果車死了 那怎麼辦 不能充電 就要叫AA 或者叫ANICE 所以其實有些車 覺得Hybrid是不錯的 暫時這一刻 你還沒有那麼多地點 讓你充電你的車 做Hybrid就不錯 但是知不知道好像北歐一個地方 之前是整條路鋪了是可以充電的 一邊走一個充電 我忘記了 那是哪個 北歐國家 北歐嗎 是北歐其中一個國家 不知道鋪了一條路試驗 是你一邊開車一邊充電 但是很貴 而且整條路要崛起出來 我想英國暫時都沒有這件事可以做到 對,英國不會做到 現在所有的電 或者Hybrid 或者Electric cars 全部都挺貴的 應該2030年的時候 應該會便宜一點 價錢會減低 就不會像現在那麼貴 因為始終都是小人用 所以都是貴一點 至少我們 我想我們十年前都已經有說過 或者開始慢慢變成全電動 但是之後我們說了十年 現在也是剛剛開始 我想我們要用Petro 就是入油或者柴油的車 全部都是要一段時間才可以 才可以慢慢全自動化 我想這也是一個很大很長時間的項目 在英國來說 其實也不錯 不用那麼浪費 對環境不會那麼污染 不如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再聊 好,回來再聽聽 3、2、1 由獅子山下到公民廣場 香港之路從未平淡 眾言前路茫茫 香港人仍然昂首闊步 從來不甘安置到盲點 決定上路去再實踐 要視暗淡篩情 有日方請 請你堅持良心界線別棄手 繼續相信你拿大宇宙 逢星期一至五 香港台有我Peter 和我Rita一起開麥 將香港人精神遍地開花 如果你睡醒起來覺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你就要考慮一下 換一張承托力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習慣的床褲 如果床褲太軟 你睡覺的時候腰部會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壓 令腰酸背痛 如果床褲太硬 床褲和你的腰背之間出現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者身體的肢爭點 如頭、肩膀、臀部 將承受壓力 然而影響到血液循環 將床褲要慢慢睡 當然要試過才行 快點拿起你的電話 打416-321-1882 找尼安家師聊聊 床 一定要選最舒服的 位於感受中華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過50款名牌輪圈和車胎 以供選擇 慰慶祝17周年 現在提供200套輪圈套裝 以特價優惠同路人 發短信去416-709-8651查詢 Signal或WhatsApp都行 我們今晚說什麼? 英語理食宵夜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聽第二節的 香港台英語理宵夜 今晚有我Sunny 還有Alex 我們剛才說巴士 我們今天有個很大的新聞 真的很值得慶祝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在英國 現在是首次是零死亡個案 在這個COVID case 從這個pandemic之後 是呀 我想這也是一個很好的 證明 我們英國 因為其實 現在 疫苗的數目都有的 但是死亡個案就是第一次 而令政府更加有信心 我們6月21日可以更加開放 因為其實現在也有一個問題 很多民眾不想開放 但是政府又想開放給我們 當然是政府也想開放 讓經濟好一點 始終封鎖了這麼久 沒有人消費 沒有人出街的話 對我們這個經濟真的很差 現在當然是想 他們想這個月21日 哇!二十天而已 很快 真的可以不可以這個一回事 其實 但是我覺得 我明白到為什麼有些人 會不想開放 因為上 是否在週末的時候 我們竟然是一個 在一個很出名的倫敦Westfield 的購物中心 我想其實全世界都有Westfield 不同國家 但是我們的Westfield 是爆了很多人 聚集了抗議 是不開放 21日 他們在外面抗議 本來是 之後無端端就是 實際 進入購物中心裡 全部進入購物中心裡 警察已經攔住了 不讓他們進入了 但是他們硬是進去抗議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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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其實 他們問題所在 就是說 原來我們英國現在那個 變種印度的 種類型 傳播率很厲害 還有倫敦是其中一個高危險地 所以變成很多民眾都不想 他們說你這麼快去抗議 因為如果你這麼快去抗議 可能有機會影響 他們又很擔心自己的身體 所以現在就有這樣的混合思維 是 其實我覺得 現在整個護照片出來 這個護照片 其實都 蠻抗議 有些人 如果不想 不想打針那些 其實他們都蠻慘的 有很多其他朋友會 看不起你 為什麼你不去打 這個是很 我們分開了兩邊 一邊是打針那些 還有一邊是不打針那些 如果他們不打針 我想那些人士都有自己的理由 還有我覺得可能 有些人長期病患 我想他們會更加擔心自己的健康狀況 所以變成 有些人未必會選擇去打 所以就是這樣的理由 是啊 但是我覺得 這群去Westfield抗議這群 如果你自己不想打 那你不要打 為什麼一定要強行不打 其實有些人很奇怪 我想可能他們就覺得不想要護照片 因為護照片 其實英國政府是很柔軟的 他都是用一個 rather than 出一張紙給你 他就說你可以下載一個NHSAPP 好像我們之前都有說過 大家那些APP 你開了就可以當一個證明 證明你有打針 所以其實政府是不直接的 政府是做了 我自己還沒下載一個APP 好像說進步了那個APP 可以預約到醫療 可以看到記錄 其實這個 我自己還沒下載 打針 我們還沒到我們歲數 都不太清楚 現在去到30歲以上就可以去打針 其實我們昨天 倫敦那裏有一個stadium 開啟了 就被十八歲以上的人士去打針 所以排隊排了很多個小時 有些人說 是很多 是 成千多人去排 去到排到最後 快沒完的時候 有些人是排了兩三個小時 但去到說沒有了 他就很失望 其實那些 這個stadium 好像Twreckingham 這個在West倫敦的stadium Twickenham 是Twickenham 是Twickenham 出名打Rugby英倫 就是 所以每個昨天都去打針 超過18歲 因為始終現在英格蘭 只能預約到超過30歲 未到18歲 所以昨天很多年輕人 全部去排隊 因為是班禮拜 所以全部去到那裏 我想倫敦的地區始終是高風險 有這麼多人的感染率很高 所以他就開放了 還有我好像也看到 唐人街 倫敦那裏 都製造了一個 疫苗巴士 對 我就看到很奇怪 而且他們已經訂了 一定是那天去的 那些疫苗巴士 就看到 你不需要NHS號碼 你不需要護照 你不需要任何東西 你都可以去打針 他不會問你任何問題 你就可以去打針 我看了一個影片 他其實全部都是說普通話人士 哦 是不是那些黑市勞工 不清楚 當然是別人沒有說 不知道 但是他那個影片顯示出來 很有趣 他好像在一個髮型譜 的地方 即是唐人街 他有一個髮型譜 有兩個負責人 但是他們說普通話 很多人湧在那裏 然後他就解釋 你要等巴士說普通話 然後突然巴士來了 那些人就馬上去 去了旁邊 然後就排隊 然後打完蛇餅 我看到很混亂 那裏是沒有隊 沒有Q的 最後好像拉出一條繩子 那條繩子當然不夠長 總之他排到消防局 你想想那條巷 你都知道倫敦那條街 總之法營屋那條街 四和巷那邊 然後排到大街那邊 很誇張 我們今天忘了給大家的照片 不好意思 漏了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但是很誇張 我其實覺得也好 如果你說他不需要NHS 或者不用護照 這樣保護到各地的 住在倫敦的市民也好 其實也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黑市 全部都是很大陸 很鄉里 那不一定他們是黑市的 不一定的 可能住在附近的人 那為什麼不正正經 有個NHS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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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 因為那level都不正正經 那好像 interest 剛剛開放了18歲的人VAT 好像不是18歲以上 他是30歲以上 不是18歲的 就是 ankle於30歲以上 一千多人去排队 那倒不知了 始终可能是居住公司的政策 不,我想始终能提供普通话服务 应该有提供的 我看见他们的标签全都是简体字 所以应该会提供他们这些 没有NHS,或者去旅行,或者固定在那里 这个不清楚 不如评论 那好了,还有什么可以说 除了你的疫苗问题之外 之后还有斯科特兰 其实想着这个周期 继续第一 但是怎么知道呢? 因为今天刚刚 第一个总统说 因为这个案例有13个公司区域 开始越来越高 因为有这个印度种 因此有这个印度种 所以那13个公司就不会继续 不会去Lv1 会继续在Lv2 我觉得好像Glasgow特别严重 在斯科特兰的案例 Glasgow特别严重 本来是Lv3 其实还未降到Lv2 所以这个周六 就会放宽一点 因为都会好一点 因为之前是 它是禁止过其他地方 它仍在禁止中 所以 斯科特兰也挺惨 但是现在 我觉得北爱尔兰 现在他们的打针 虽然英国是一个 United Kingdom 但是始终分开四个国 每个地方 你会发觉我和Alex 在聊天 都会说 原来 威尔兰 又是斯科特兰 又是英国 Northern Island 每个都有不同的规则 因为刚才Alex说 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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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岁以上 但是Northern Island 是18岁以上 已经可以打了 是的 还有威尔兰 都是18岁以上 即威尔兰 和Northern Island 都是18岁以上 可以去打针 然后 我们英格兰 和斯科特兰 就是30岁以上 唉 为什么这么不联合 不是United Kingdom 搞得我们 要搜索所有东西 都要搜索几次 至少四次 是的 因为我始终不同 因为他本身 权力分布 始终下降了很多 给他们的地方政府 例如你的钱 纳税 通常去中央政府 即倫敦 但大家分配钱 所以每个地方 可能你听得多我们这个节目 都会发觉 说一下药物 又不同地方 有些地方要收钱 这些地方不用 假设我们下一节 又会说一下 读书的问题 读书 又是不同的了 是的 读书的系统又不同了 英格兰 英格兰 英格兰和威尔兰 是近一点 但是 始终威尔兰有自己的语言 有威尔兰 所以 都有不同 有少少不同 但是 这个 德国兰 那些 完全是不同的了 系统 所以我们待会 可以回来再谈一谈 我们整个英格的 教育系统 可以 不要受了 大家 对 待会再谈 那 上个月 中 受到教育局 来信给我 就说我 专业失德 这个投诉成立了 也都有不同的网民都问 需要些什么 帮助 王sir 你不是 之前我们看到 上次我们聊天 你是在一间学校里 教书的 其实教育局对我的迫伯没有停过 其实最悲惨的情况 我就是被人盯牌 那就是 有东西想寄回香港 3元1磅 问去哪里找 你没听错 用BuyShip速递回香港 自取每磅3元 派送上门首磅8元 逐磅4元 除香港以外 还可以速递去中国 东南亚 澳洲 英国等地 有东西要记 就来感受中华 找BuyShip 啦 香港人的声音 香港人的主场 我们今晚说什么 英语你吃宵夜 英语你吃宵夜 Hello 欢迎回来收听 香港台英语你宵夜 又有我Alex Hello 大家好 又有我Sunny 现在这个时间 十点半晚上 Yes 那我们刚才说的COVID 其实我们COVID 希望这个磅疫完了之后 我们今天政府就 推荐了一些计划出来 给我们这个 这个教育那里 那个sector 那我们 他们就想着 读书 就是上学那些小孩 那些学校 就想着再加多半个小时 延伸他们的日子 我们现在是 那些学校是 9点至 9点 9点至3点 或者4点 他们想着延伸多半个小时 等各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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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可以有机会 补回一些课程 是吧 因为他们超过很多 回不了学之前 禁止的时候 但是这班学生 就说不想 是 其实这班学生 是完全不想 因为觉得没用 因为他们觉得 品质比数量好 这就是 其实是 就是 品质比数量好 所以就是 数量 中文 不是重量 OK 重量 不是,那是重量 烧死了 不知道如何翻译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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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质量 他想着加30分钟下去 其实如果我是学生 我都不想坐在这里这么久 听你说话 嘩 其实都 想想 那一堂已经很闷了 你还要再延伸多30分钟的话 我真是死给你看 我也不知道 其实以前上学 都有一些时候 会有补课时间 都是会有 超过半个小时 那我就觉得 看看不同 我觉得他的心态上 如果那些 补习时间是有用的 又可以得到红成 那当然没问题 但可能 他们那班学生的 学校 是不是可能 他又觉得没有信心呢 我不知道 是 其实你刚才说 是 计划 但这些应该不是 应该是整班一起 不是 我说那些都是 整班 比如我们当时考试 数学 然后我们 都要特意留多半个小时 老师就继续这样 比如今天你教了这些东西 但之后我们就要 操作上一个小时 上一个模组的东西 然后准备你去学校 而且以前我星期六 都要回去 整班人 去做几个小时 都有 下星期六 对 星期六 都要回学校 不可能 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 英国 都是英国的 不过是私校 私校 私校当然不同 工校 即是六天 不会开 除了有些活动之外 都不会开给你 补习 最多留堂 因为最后 那天 就说 你再補多 十分钟 或者十五分钟 也不是的 现在我觉得 政府学校都不错 因为我朋友 可能大家一听 都知道我们有个朋友 在读年9 他的学校都是功效 但是现在政府 是撥了一笔钱 给他的学校 就选择十几位学生 是聪明的学生 特意去找外面的机构 是帮他们补充的 一个星期 好像也有一个小时 可以补充的 所以现在政府 是有放资源 在公校做这个 好像今次COVID 它是放了很多钱 是1.5 billion 可以帮他们进入教育 等他们的学生 有更多教育 其实这个很好 比之前 我之前 完全没有这样的 这个 多了福利 但是我觉得 我暂时的朋友 就是 选择了十几个人 去做这个补充 但是我觉得 如果看回媒体 如果政府 去投放多些资源 给资源 给资源老师 去做半个小时 我觉得 反过来说 也好 因为每个学生 都有一个相同的机会 去读多些 更多一些 比你这样 因为你精英 才可以有机会去补充 好像很公平 对其他学生来说 其实这个是好事 有这么多资源 放下去 当然 有些学校 有些学生 会比一些学生 比一些学生 因为始终 我们有分 大学校 和不是大学校 其实 那些学生 不是大学校 其实他们是惨的 他们其实是在 Crawley 一个地方 近Gatwick 的城市 在那里 但是这个城市 其实也是很惨 因为原来 在我们的数据里面 全英格兰 人口是最多的钱 就是Furler 那里是最多的 就是救助金 那里 职务是否最高 是最高 全英格兰 这个城市 是最高 Crawley 好像是 Crawley 是在Gatwick旁 现在Gatwick死了 哪有人去上班 一定是职务 所以刚才我们的报道 其实是剪掉了 其实一直这样报道 是有说 他的地区 那边 Gatwick 也是 现在才刚刚 开始复甦 有些航空 但是 他的地区 其实是不错的 因为本身始终有航空业 或者旅游业 但是现在 他那边死了 那变了真的很惨 整个城市 都已经是 那边死气鼓鼓了 所以 他们的学生 有这样的反应 我觉得是正常的 是啊 他们那边真的很惨 unemployment day 看看哪个area 始终都要 之后 还有现在有parents 有些A-level 学生的父母 正在考会考 是吧 高考 应该叫 会考是GCSE 会考和公考 我想两个都是 两个都是 对 父母很不公兴 就是怕教授 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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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差 所以 是请定律师 请定律师 很夸张 是请定律师去告 那些老师 怕他们考虑 太低分 所以 是啊 很夸 很夸张 我想 因为是去年出了问题 因为去年 那些学生 去 考不到试 公开试 所以 他们老师 就用一些 估计 就是 估计了 他们会考出什么成绩 的分数 就 递交给教育局 但是原来有很多学生 出到来 真正的 最终的结果 是低于 老师 批计出来的 高度 所以 就令到 这些家长 就很担心 就是要 找一顿律师去告教育局 是 还有 我是去年 听到 就说 私校 批计的高度 一定高 在公校 批计的高度 所以 很多父母觉得 很不公平 所以 就现在 就请定律师 他什么时候随时告 告人 很厉害 我们英国这里 是 因为其实 他那个投诉机制 现在还是很混乱 还有很多人 因为 好像你说 去年 其实根本 都投诉完 都没有改变到 影响到很多 学生 都进不了自己的志愿大学 或者他们要去一些 清理 就是 林家林王 随便找一间大学 放进去 就算了 很惨 这个很惨 现在连续两年 都不用考试 其实都 要靠老师 来计算高度给你 都很惨 怕老师 如果不喜欢你 糟糕了 之前表现不好 就算了 就算了 很差的高度给你 这个 真的很差 还有 还有 数据显示 原来 公立学校的 改变了高度 是比私立学校 高 因为教育局 相信私立学校 老师 比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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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 也很大问题 我们在英国 对公立学校的学生 所以很多人都打算 进去私立学校会好些 起码 老师计算高度 会适合 所以 是 这个 很大问题 这个 是 是 但是我们不如休息一会 因为我们还有继续讲 一些教育 更加精彩 好啊 等一下再聊过 3 2 1 由 獅子山下到公民广场 香港之路从未平淡 纵然前路茫茫 香港人仍然昂首阔步 从来不甘安置到盲点 决定上路去再实践 要是暗淡西晴 有日方请 请你坚持良心界线 别弃首 继续相信莉娜大宇宙 逢星期一至五 香港台有我Peter 和我Rita 一起开麦 将香港人精神田地开花 Menu Life Bank 限时推广 活期存款4个月 2%利息 免月费 0风险 高回报 郑太 Angie 你的专业保险理财顾问 和你加油 请即致电 647-639-0529 因为受条款细析约束 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的声音 香港人的主场 我们今晚说什么 英语理食宵夜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最后一节 香港台英语理宵夜 有我Sunny 还有我Alex 我们刚才说的教育 不如可以解释一下 英国插班生的尴尬年龄 因为始终我们英国 英格兰 整个英国和香港的教育 是完全不同 之前会是一样的 但现在呢 因为改了你们香港那边 只要读DSE 是吧 是 香港文贫 是 不同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就是GZC 以前的香港会考 还有 A-level A-level 高校 高校 入大学之前的高校 英国的教育 都分开四个地方 又来 英格兰 威尔斯 和 南部 都是 差不多 系统 但是 英格兰那边 完全不同 系统 那我们可以说一说 英格兰的 可以说一下英格兰的 插班生年龄 和香港的 可以 看到一个表 其实 香港那边 如果少一个到来 其实是讀这边的 年二的 六至七岁 是 因为英国的 入一年级 是五岁入一年级的 但是 香港就是六岁 所以 差了一点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来到 英格兰那边 读书 居住 可能看我们这个表 找回自己的小孩 读哪一个年级 等于跳班 在你眼中来说 如果在香港过来 你就会觉得 我自己跳了班 其实不是的 其实都是一样 这么多岁数 都是这样 所以 要看回这个表 还有我们这个 入学年龄 其实是看回你的 生日日期 是9月 1月 不是 9月 9月 9月1日 和香港一样 如果你是9月的话 你就跌一年 是 9月1日 到下一年 8月31日 所以 这个区域 不是的 其实香港那边 有些是 可以 趁早一年入 还是 趁低一年 就是趁前一年入 所以 有些 可能有些人会有些特别 我以前也有些同学 12月生日 都是同学同年 都是同学同年 讀書的 但是 大部分 来说 如果入学年龄 应该是跟回 你9月 如果你9月 之后出生 你就跌一年 通常应该是 大为是这样 是的 是的 我记得奇怪 听到 我的儿子是 中二 但是他是大 还是小 我真的有分 原来是这样 因为 有些人想 会 早点入学 或者 晚点入学 所以会分大和小 可以看我们 尴尬年龄表里 最尴尬 如果不可以入学 就是 年11 至年13 都会拆 如果你在香港那边 读DSE 过来英格兰 这边拆班 是 几乎不可能的 因为 始终没有GCSE 是 因为我觉得 如果分享 以前本身 旧制 你考了会考 然后你过来这边 其实你是可以 走回英国 直接读DSE 但是 很麻烦 就是因为 现在香港是去到中六 没有中七 剪掉了 变成DSE 其实DSE 就是你唯一的 位置 就是你中学生的时代 如果你没考到 其实过来这边 你根本是太大了 你进不到GCSE 但是你也没有资格 进入A层 所以就固定了 是 这个很大问题 我们真的有几个例子 其中一个就是17岁 读中 好像中五 是 之前读中五 就过来英国 12月左右 过来英国 就打算拆班进来 年11 或者年12 但其实 根本是没有学校 会肯收 一个没有读过GCSE的 学生 或者没有一个 等于是外国的 相同的 读中 是的 所以其实他们 有一个解析就是 可以去读这个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 其实每个城市 即是有些大城市 都会有一间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 这个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 其实是 比较16岁以上 可以去到99岁 都可以在这些学校读的 大城市 那么就是 如果你 14岁 没有给我过任何 GCSE高职典小 其实你可以免费在那里 继席 读这个 读 debut 读 这个17岁 这位 学生 就去过 founded 这个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 那就 可以 就去了 今年 令我今年9月才开始读级1GCSE的课程 其实17岁,我们这边已经读级12年了 下年9月份是升到级13年了 级12年,这位朋友应该读级A高校 但是因为他没有考DSE的关系,现在自己要读级A高校 他才可以限制上大学 其实我也觉得是很惨的 也明白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快要考DSE 可能考了DSE才来英国 就会容易限制上大学 可以去你自己喜欢的项目 如果不是来到这里,可能像朋友那样都花了一年时间 去找一个学校 是呀,搞成年没回到学校 过来又找不到学校 这个很惨 还要是成年,这么久没回到学校 人也不太健康 不如分享一下另外一位朋友 我们其实也是在这几天收到的 就是在苏格兰的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其实现在已经18岁了 他之前也是,应该是在昨年 在香港未考DSE 就过来英国这边 他也是一样 其实去年12月左右 现在差不多6个月 都是找不到学校去收他 连那些组织学校 苏格兰那边也不收他 其实他应该是大约在底那边的 拉到桌子 但是他现在就是很无助 因为其实他考了IELTS 另一样方法就是 考一个IELTS 去证明我们的英文程度 但原来这个组织学校 也是不接受他 要他去考他那些斯科兰的考试 是,其实这个斯科兰 苏格兰这边的教育又不同 我们英格兰这边 他们那边就没有GCSE 或者A level 但是有一个equivalent 如果你考了A 就是他们的S4 这个S4就是中3、14、15岁 其实他们考过National 4 或者5 level 4和5的课程 其实就是等于我们英格兰的GCSE 之后S5就是HIGHEST 就是等于我们这边的A level 是 之后S6其实是等于 Advanced HIGHEST 是等于这个再A level 但是其实有些学校 他们其实有时候可以进去大学的 其实这个Advanced HIGHEST 其实这个Advanced HIGHEST 我也认识人的 是拔尖 等于 就是香港很出名拔尖 如果你是聪明的人 其实你读完S5 直接到大学 拔尖进去大学 就不需要考S6 是 之后 S6 但是现在很多顶尖的大学 都需要你读 Advanced HIGHEST 其实我们英格兰这边 是讻三年 学校 他们在苏格兰那边 是讻四年的 是的 四年 但是他读 一向都是五年 如果他们都一样 五年 是不同的 总之整个教育系统 都是不同 以及苏格兰的市民 本身有地址 他们在苏格兰读大学 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我们住在英格兰的朋友 想去苏格兰的大学 读书 我们是要交学费的 其实很不公平 九千多磅一年 他们那边竟然不用钱 没办法 他们那边是很少人 比我们伦敦少很多 但是他们下来就是便宜 我们这边是九千二百磅 现在加了价 他们下来好像是有资金 帮他们做了 所以他们是三千多 哎呀 他由他们的地区全贵 为什么我的父母不是搬去 之前移民过来 为什么不去斯克兰呢 或者威尔斯也可以 威尔斯也是同一个想法 所以如果大家过来这边 可能可以想想 斯克兰、威尔斯 威尔斯 威尔斯 因为大家都不同 可能也是 是啊 还有他们的药 那些药 都不需要钱 我觉得很不公平 对我们英格兰来说 我们又给那么多税 一样而已 他又给那么多税 我们又给那么多税 为什么他们有这些福利 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唉 不知道 因为都要问我们自己的政府 其实不如说回我们的朋友 苏格兰的朋友 我觉得他的案子 其实现在公司 4月当时也出了一个小冊子 即是欢迎BNO的小冊子 是的 是奔至于归的那个 他那时候说 但是呢 其实里面有一个文章 如果是文贫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你是可以去一个 叫做UKENIC的公司 是自家公司认可的 通常这个是 譬如你本身在加拿大 或者在澳洲读了大学的 或者香港也是 整个课程是英文的 那你就可能拿你的课程 去确认 到时你入籍的时候 就不需要考英文课程 通常这个机构是这样做的 但是原来因为我们BNO visa 那么多学生 都有这样的问题 没有考到DSE又来了 又进不到GSE 又进不到A level 就是我们的中学系统 他其实可以帮你去评估你的 就是你的level 他可以给你 就可以给你去学校 证明你是适合 A level 或者GSE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你除了找NP 议员帮忙 你也可以用这个渠道 可以帮自己 当然这个服务不是免费的 要给少少费用 但也是值得的 因为始终可以给你去哪个level 去读GSE 还是可以去读A level 我觉得这个值得去看一看 去研究一下 还有我现在看到观众朋友 Therisa 我们的永等 香港台永等 她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英国有没有任何特别教育的服务 还有还有学生疾病 就是疾病 阅读困难 我想应该是 这个其实是有的 本身这个功效 尤其是都会查到你们的学生 如果有什么problem 就是如果有Dyslexic 或者有什么 都会可以帮到 有资助来帮这些 有需要的人士 还有如果你入大学 是有这些disability的话 也都有一些funding 可以帮到那些学生 当然要申请 就可以帮到那些有disability的学生 譬如可以帮到电脑 或者印刷给你 或者可以录制那个课程给你 之后就 你可以重复看 其实这个 以前有同学 好像有个人叫做scriber 有个人帮你 扣在你旁边 然后一直帮你technology 因为可能你写得慢 是 亦都有这个reader 写得慢 reader和writer都有 是的 所以其实英国的educational system 是挺好的 我觉得 某些时候他会追求 这些学生 有需要 extra help 的学生 是 如果你们的学生 考试如果有disability的话 就会有 extra time 有25% 其实这个是很帮到有需要的人 因为始终他们看 reading 或者writing 可能都会慢一点 会给你 extra time 或者课程中有人会帮你代写 这情节目 是 还有加上最后一个点 就是如果本身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或者你刚刚来到英国 他好像也是有 extra time 给你的 你考试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住在英国 好像超过一年 好像头一年是可以给你的 是的 如果你本身不是英国 你就可以有 extra time 你公开考试的时候 不过现在的 rules 常常都改变 所以你也可以问回自己的学校 就是确定 如果你刚刚来的话 那去查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回我们HKBritz的网站 可以送个电邮 就是 看回我们的网站 其实所有东西都放在那里 是的 今天比较困难的讨论 所以我想看详细资料 可以去我们的教育 的标准那里 就更加详细了 解释得更加清楚 时间又差不多了 很快 觉得 好了 多谢大家收听 多谢香港台 多谢后期好 是 多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Thank you Thank you See you on Thursday Bye 香港人加油 感谢一直相信同乐广告去支持香港台的新旧同路客户 因为你我们会揭尽所能 商户包括 香港商户Chicky Duck 宜婆玛丽马来西亚餐厅 北角青壮牛肉麵 位于香港鸭利州的家嫂办馆 有成恩慕 加拿大温哥华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HK Mall 加拿大多伦多Scrumptious Restaurant 全日早餐专门店 大家好 Have a walk 利安家司 Maxim Wills 地产铁三角Johnson Resc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姓装饰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场 感激你同路 哇 香港台connect了香港加拿大美国 澳洲英国 意大利、日本、韦雷、瑞拉、羅馬尼亞、金埔鎮 澳門的香港人 我們要香港人主場